哈囉!單車時代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匠哥! 不知道大家上禮拜有沒有去看 剛上映的飄述展覽電影版呢? 那匠哥非常榮幸的收到片商的邀請 就特別從台中到台北參加我們的首映會了 那首映會的現場其實非常的人满為患 也是出貨意料之外 而且整個廳大概十五十六排 就前三排沒有坐滿 但是後面全部都是坐滿人的 而且有很多的車友為了要支持這部電影 還特別穿上他們的車衣來到現場來支持 就可見這部電影到底有多麼的吸引人了 不過考量到有些車友不太知道 或是不了解飄述展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畫或是劇場版 那今天就跟匠哥一起來看看這個飄述展吧 飄述展2008年在週刊少年開始連展 那到了今年5月飄述展總共發行了67本單型本 除了漫畫與動畫之外 也向外發展出舞台劇與日劇 可以說是日本極為成功的漫畫之一 那故事主要講述在千葉縣的總北高中 主角小野田坂道是個熱愛動畫的秋葉原戲宅男 原本他對於能夠加入動漫社滿懷期待 沒有想到動漫社已經倒閉 想要副社還得找到5個社員 剛好有人看見了他過於常人的騎車能力 也因此認識了同年期的金權與名字 因緣機會之下加入了自行車競技社 揭開了他高中聯賽的序幕 電影劇情其實與動畫相差不遠 反而在劇情上增添了許多趣味成分 像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公主歌 從真人口中唱出來真的是別有一番風味呢 另外選角上也忠於原著的設定 除了讓看過的車友能夠馬上辨識 第一次看了觀眾也能夠記住相關的特徵 不會有臉盲的問題出現 整部片以非常熱血的方式呈現 這樣看完整部電影之後 其實當下在看的時候 腦中一直在想 都騎到淚爆了 哪來那麼多力氣一直叫啊 但不得不說 這些吶喊聲確實勾騎了我們很久沒出現的熱血 有多久我們沒有好好的問自己 為什麼一開始喜歡騎單車 有多久沒有好好享受騎車的當下了 是不是該找些車友一起約騎了呢 除了挑戰彼此的極限之外 也能夠讓騎車變得更有樂趣 不再只是自己與自己的對決 整體來說 標速展覽事部讓人熱血沸騰的電影 除了讓一些沒有在騎車的觀眾們 可以感受到騎車的樂趣之外 也能夠讓我們這些車友們感受到 我們當時第一次騎車的時候 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回憶 那也是真的蠻值得 推薦大家今夕院去支持這部電影的 好啦 那今天就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我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就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 OK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走 走 打架 走 點 北 趙